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鮑威爾力撐,又再炒放水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 請大家看看恆生指數表現 全日恆子升了137點 收報23934點 成交都活躍,有1094億 今天港股可以說是低位增持 亦有反彈的跡象 最主要原因是今天開市之前 美國應該都是星期日晚的時候 聯儲局主席鮑威爾接受訪問 雖然美國的經濟會很差 他覺得第二季,美國的GDP很容易會萎縮 20到30% 即是大幅下跌,大蕭條級的跌 但是他認為第三季,經濟就會開始恢復增長 但在未有疫苗,即是解藥之前 經濟很難完全可以恢復到 不過不要緊,市場最喜歡聽我的說話 他重申聯儲局仍然有彈藥 如果有需要,可以採取更多措施 可以刺激經濟 例如增加購買資產的規模 即是放水 他講完這句話 今天港股本來應該要下跌的就不下跌 在這個時候,港股收了 道指期貨大概升380點 市場真的很樂觀 雖然大家預期了第二季的經濟很差很差 如果有聯儲局放水,就搞定了 其實在歷任聯儲局主席 即是鮑威爾之前的幾任 在白蘭克開始 就已經有說 Bernanke put 即是白蘭克的沽出應沽期權 什麼叫應沽期權 即是你買了那個put,就看淡 沽出那個put,即是不下跌 不下跌 白蘭克的時候 第一個是QE,量寬 市場就覺得已經是它 已經有個沽出應沽期權的效應 市場只會升,不會下跌 到白蘭克之後,輪到耶倫接任 大家又說,耶倫也有put 即是有什麼事,就會放水撐住 所以市場又繼續升 現在去到巴威爾 雖然面對大蕭條級的經濟衰退 他說的,20%到30%的跌幅 大蕭條級 但是他說不惜一切 總之還有很多的彈藥 很多的措施在這裡 可以撐經濟 市場一聽完就興奮 不停放水 總之,現在市場又回到 本來要傾跌 現在可能有一個橫行 甚至有機會做好一點 能不能夠呢 還要看一件事 就是中美之間角力的情況 因為原本就說今天會跌 就是因為 其實在這個週末之前 美國做了一連串的措施 就要封殺華為 所以今天華為相關的股份都跌得很慘 但是呢 現在又出現了一個說 炒放水這件事 就令到港股浪住在這裡 好了,炒放水和中美關係 角力之爭 變成了港股 可能就上上落落 打橫行一段時間了 大家看看恒生指數這幅圖 原本呢 其實早前我是畫頭肩頂的 今天不畫頸線住 就畫一條長期下降軌 假突破完 這條下降軌很重要 因為早前假突破完下落 本來是要下落 現在看看是否可以再衝穿這個下降軌 最好當然要衝穿 5月11號高位 27466 所謂24766 24766先鎮 24766點 更加好的就是4月29號高位 即是3月19號 21139點低位 反彈以來的最高位 那天的最高位是24855 24855 如果能夠升穿這個 當然是好 否則的話 現在可能就在23585 即是5月一回來第一天 特朗普說跟中國吵架那天 跌下去的低位 還有4月29號這個高位 剛才說過了 就是24855之間那裏增持 之間這裏增持 好了說回今天的市 今天的市的焦點 就是去了一些股份 因為你看到大市 其實百多點想下 不想不下 下在那裏 偶住在那裏 那今天 其中一個好 就是 鈾和金齊名 兩個一起升 那樣 今天香港的石油股 升得比較多 其中以這個中海鈾 作為代表 今天升成7.8% 亦都是橫子成份股裡面 升幅最大的股份 去到挑戰大型下跌裂口 大型下跌裂口 那這裏就是因為沙特 說要增產 搞到油價大塌那一刻 搞到石油股大跌 那現在上回來了 上回到這個位置那裏 3月10號高位 9.16 3月9號高位 9.11 就是9.1號幾那些 今天的高位 9.13 又是1號幾那些 全部剛剛在這個位置 能夠重上去的話 你見得到 即是 不理你當它是不是一個 頭肩底也好 三個人也好 如果真的重上去覆上去的話 它有機會 去回接近 一格半的 那你起碼都去到12元 或者12個領 如果衝得上去補這個裂口 有沒有機會呢 有機會的 因為現在說市場衝勁放水 好像黃金那樣 今天金價衝了上去 山東黃金 又是升8% 破了頂上去 這隻走勢最強的黃金股 值得留意 好 油其實 沒有可能長期低的 沒有可能長期那麼低 你說需求不足 現在短時間而已 但是 只要它們減產 五月開始減產 所以你看到五月份開始 油價會回穩一點 長線少少 我看油價是會好回來的 短線可能都還要熬 反覆一下 因為沙特和美國那些 沙特要弄死美國的鹽岩油 所以還要熬一些 不出奇 但是基本上 是長線少少 是可以上回來的 如果用中海有為看 上回來 去回12元 12個領 都有機會 好了 金價 山東黃金已經沖上去 今天是25元 收25.4元 長線少少看金價 如果這樣放水 去到每盎司 1800美金 2000美金 是絕對有可能 這些山東黃金 這些沖上來的時候 你看28到30元 都有機會 最好它就是回吐的時候 才吸納 但是有些股份 歡喜 今天有些股份受 恆子成份股裡面 三桶油都升得很厲害 但是華為相關的股份 就 信譽光學就跌得比較慘 跌成1.11% 13.9% 最主要原因就是 華為被美國封殺 所以搞到相關的股份都跌 另外好像354那些都跌一成 另外幾隻手機設備股 好像2.8.5% 14.7.8% 這些都跌 都跌得比較傷 好了 但是恨好 它現在都還守著條上升軌 如果你今天還沒走 就可以再坐一會等等 看看它會不會跌穿 真的跌穿的話 都是要減持的 不要鬥氣 如果不跌穿 或者跌穿之後很快就上升軌 當然你可以再坐一會 好一點的話 情況 它都是上升軌 8.2元 8.3元 暫時來看 因為手機 出貨量一定是跌了的了 加上華為這些事情 受的影響比較大 一兩年前 2018年 手機設備股 是當時得寧 最受歡迎的股份 今時今日 就未必是這一批 今時今日轉了 轉了什麼呢 生物科技股 生物科技股龍頭 以康熙樂為代表 今天衝破200元 其實3月的時候 它跌到去 回套了一點點 去到70多元 80元 不夠的 它配股 去到160元 然後再上 現在已經210多 213元 今天收 好多隻生物科技股升 不僅是它 生物科技股裡面 今天這隻固然升得多 8.9% 維亞生物 1873 都升8.7% 啟明醫療 2500 都升7.8% 軍實生物 1877 升8.9% 以前是 手機設備股 現在去了生物科技股 不僅是生物科技股 教育股 一直都做得比較好 今天輪到思考 1769 升7.8% 整批其實 如果你說教育股 其實表現不錯 當然今天有些是回的 不過有些仍然做得好 例如這隻 希望教育1765 升5.3% 中國科賠1890 升5% 中匯集團382 升6.5% 一批 教育股也好 另外還有物館股 物館股也炒了一兩年 很多物館股 就是舊的 最近有一隻新相 建業地產分拆出來 建業新生活 9983 6.8毫半 好像沒有記錯 招股價 連續兩天 一上市已經彈這兩天 已經去到10.5% 今天升25% 你看到幾當時得令 這些真的升得太誇張了 唯有後低 等它回 才買些 如果不是的 最強勢的物館股 其實就是 永星生活 1995 新成月 1755 小一點的就是 音苑 1895 這些都是比較強勢 另外 澳元健康 佳少爺美好 這些很多 十幾隻物館股 這些就是當時得令 即是轉了模式 所以如果本來是手機設備 現在就轉了 好了 還有什麼 現在轉了當時得令 如果你說大的 大家說ATMS ATMS 最近最強的當然是 美團 因為美團 就衝了上來 破了頂 創了歷史新高 今天最高的時候 做了123.1 都是歷史高位 收121.9 當然跟上星期四 14日 收市位 來計 那天是收121.5 今天收121.9 只是多4毫 但是都是一個新的新高 基本上反覆上升 ATMS 加上小米 都是好的 另外 有一點點回 但是基本上還是強勢 就是 例如241 我覺得它今天回 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 就是 1833 平安號醫生 因為換了主席 換了管理層 搞到 大跌 今天跌8.5% 有少少拖累 阿里健康241 但是另外一個原因 就是241沒有入到 那些指數 那裏 即是貴 檢 那裏 因為它其實市值2千多億 它都夠 夠了 這個份量 但是沒有入到 所以 都有一些少少影響 但是基本上 這個板塊還是好的 其實醫療相關的 是今年以來 走勢最好的板塊 這個網上醫療 剛才說的生物科技 另外還有醫療器械 就是春立愛康 一大堆 以春立愛康為龍頭 另外還有醫藥股 醫藥股相對 是教武那麼強勁的 但是整體 整個 跟醫治有關係的板塊 的股份 都是好的 教育 物館 另外 一些 新的科技股 基本上 都幾十隻股份 這些現在是轉了去當時得利 希望大家明白 現在水到的時候 這些就炒得很好 但是至於大市 暫時都是一個牛皮上落 看看究竟美國說再放水 鮑威爾說不惜一切 他大把板斧 看看是否可以撐得起股市 好了 今天分析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